好了美啊 好久没有上镜 永远不思惯 来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Grace 那么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这个礼拜呢 大家看到我请来了 Steven 然后我们准备来录一期 Girl's Talk 这种 对这种类型的主题 以前就没有跟大家录这样的主题了 然后这个礼拜正好在上海 Steven也回国了 所以想说正好我们可以 聊一聊比较有意思的一些话题 对 那这个礼拜呢 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Dream Boyfriend 就是你的梦中男神 对 梦中情人是怎么样的 就可能现实生活中遇不到这样子 所以做一下梦总可以吧 对 就对啊 偶差话题 大家是不是上次看 大家看了我们视频 是不是难以忘怀我 就是 对 他们觉得你蛮搞笑的 但也有人骂你是死gay 对 你才是死gay 但是你记得就是 你说 大家也看得出来你是公还是瘦 然后我说你是公嘛 然后他们就相信了 对 傻 傻 今天我想说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 你的Dream Boyfriend是怎么样的 那第一个我们先从外形来讲好了 然后第二个从一些客观的条件 然后第三个是讲一讲比较抽象的精神世界的东西 好 那我们先从外观开始讲好了 喜欢怎么样的男生 哈哈哈哈 我 我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长得坏一点的 你懂吗 你懂什么 你知道 地皮流氓 地皮流氓类型 就天天在 就在 叼烟 就抽烟 没有 没那么坏 对 我是坏掉的 但是 我觉得每个女生 我觉得每个gay心里喜欢那种 年轻时候喜欢的类型都是那种 要有一点坏的事实 你要不要叫自己homo啊 就 gay又要贬低自己 homo更难听吧 homo 哈哈哈哈 gay又要贬低自己 好吧好吧 你叫几个新铁了 哈哈哈哈 每个同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我觉得每个喜欢男人的 不管你是男人 喜欢男人的都喜欢要有点坏的 我觉得不是 我不喜欢 那你喜欢哪种 我喜欢老实的 你喜欢老实的 就是外表老实 啊 你能不能举个明星的例子啊 黄渤 哈哈 黄渤 但是黄渤有他 我懂黄渤 黄渤有他妹 好 没有 我不喜欢黄渤 我喜欢就是黄磊那样的 就很正派 啊 就是那种不是你喜欢的那种 你举个例子的 你喜欢那种男生的外表 我想 我觉得大家会跟我有共鸣 就是阮晶天 因为他最近又演了一波 热智 扶咬 阮晶天在里面那个 算了 不多说了吧 哈哈哈哈 我没看过 你没看啊 这个土憑 哈哈哈哈 这个土憑 他散发的雄性荷尔蒙 哦 就那种 嗯 gotcha 啊 哈哈哈 你正跟咖 再specific一点 我喜欢眼睛大的 哦 你喜欢双眼皮还是单眼皮的啊 双眼皮的啊 你喜欢单眼皮的啊 就是那个一直被叫那个什么松鼠的那个男的 王逊 王逊 你才知道王逊 王逊太 太微信了 对不起 真是 要有一点点 哈哈哈 我喜欢脏一点的 哈哈哈 然后身高 你的理想身高是多少 我觉得我 partner 的身高要大概 至少 好了 如果你说是梦想中的 我个人对身高这件事呢 是有坏嗓 但是没那么苛求 你要你要说 嗯 对啊 就是反正就是都讲到dream boyfriend 那你就就最perfect 那就一米酒吧 有 你要说一下你的身高 因为我个人的身高是176cm 厘米 我梦想中的男朋友 身高至少比我高个10公分 你知道吗 10厘米 对 186这样 我觉得10公分是要的 因为 就女生高的前很多都是12厘米 就最高有到12厘米的嘛 那我166的话 再怎么样也要 就是178 180吧 这个样子 我觉得就是180 我觉得差不多166的女生 要配个180的男朋友 是差不多 对 就想说肯定会有 想穿高跟鞋的时候嘛 然后我还喜欢就那种 我喜欢有肌肉的 嗯 我不喜欢 好 我也喜欢有肌肉的 我不喜欢瘦的 哎 那我让你选一下 那个男人173 稍微差 略差 OK 但是那个身材 那个肌肉 OK 就是 爆炸 对 但是我把你抓采了那种 你知道吗 但另外一个男人 就180 嗯 但就是弱子 就很瘦你知道 自阵 皮包骨 对对对 那我选那个173的 哦 你小孩是肌肉比较重 对吧 我不喜欢太瘦的 哦 你要这样说的话 相对来说 我会觉得肌肉 比身高更重要一点 嗯 那你也知道 我最不看重 就长相 你最不看重 就长相 对啊 我最不看重 就长相 好 就不知道 但是就是 如果说你非要让我说一个 我的dream boyfriend的话 我希望是那种浓眉大眼的 然后有肌肉的 身高差不多1米8 这样子 好 的男生 好 刚刚grace 讲了她 她的dream boyfriend 那我的呢 我刚刚也说 我比较喜欢坏一点 有点猥琐 有点脏 对不对 可是来今天不猥琐 不脏啊 看起来很干净啊 好 不是 猥琐 我觉得 猥琐可能是我开玩笑 但是那种脏 不是说她不洗澡的那种脏 你知道吗 什么叫坏 就是她会让你觉得说 你无法预知她的下一个行为 你知道吗 就是她会让你觉得说 她可能会对你 我刚刚脑海 造成一些侵犯 我刚脑海 就想到脏的明星有一个 是谁啊 那个 之前上discovery的时候 那个 那个吃虫 那个贝儿 她就很脏 但她不洗澡 但是真的脏 你知道吗 有些男生就很一本正经 你知道吗 就那种 我超喜欢这样的 我们就穿衬 她喜欢穿衬衫 穿私装 对啊 就很 超性感的 天呐 我天天去上海的地方 叫十六铺 你知道吗 那边就是那种 可能一百块买一套私装 很多穿私装男的 在那边定做私装 她就那种有点身材 然后穿西装之后 你看她这边 就是不是会有那种 就是撑起来 对啊 哇 天呐 太性感了吧 也 我的大概那个 dream boyfriend 轮回就出来了 我说我的dream boyfriend 大概就是186 然后呢 长得坏坏的 你知道吗 就是 啊 痞 就是像有个网络用语 痞痞痞痞痞 有点痞 就是有点那种流氓的样子 你知道吗 但是胖瘦程度来说 我跟她也差不多 就是觉得想要撞眼 对 最好 其实撞眼 稍略撞眼没事 但就不要 不要胖就好 哎 你能接受胖的吗 我能接受胖的 我接受不了瘦的 但是是很瘦和很胖 你选择一个 很瘦 很胖是那种肥胖症 OB 你知道吗 你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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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喜欢很瘦吧 就我觉得相比 就如果说中等瘦和中等胖 我选中等胖 那我是 我觉得至少要比我胖吧 对 我不能接受 就是跟我一样瘦的 对 穿着上呢 刚grace说 她喜欢的男生是 西装 我觉得我没有说 很迷恋于西装这件事 我喜欢男生穿的简单一点 我不喜欢男生 就是花里胡哨 你知道吗 西装可以 西装我能接受 但是她每天都穿西装 你可以吗 哇 就是那种 我每天就 你说 被 真奥 我们去买个菜 她说等一下 你借花了一袋 可是 对 就是我觉得还是 什么场合穿什么 就有些男生就说 可能真的到 穿西装的时候 穿的就 Lights by going 我在上班的时候 就看到这些男生的 西裤就是 要比起来太长了 要比太长了 对 褲子很松 那种不行 那种不行 那种感觉就好像 确认生活没有品质了 那种感觉 对对 我觉得西装不要买太贵 但是买盒真的差不多 刚才穿着 我就开始讲西装 可以买西装 我喜欢简单一点穿着 什么叫简单一点 就是我不想男生 就穿着花里胡哨 你知道吗 就暗黑的我也不行 我就暗黑 暗黑我也不行 对 我还不喜欢那种 穿那种季凡心的那种 对对对 我就喜欢就 简单像现在那种 Dior那种 就一个很小的那个logo 就一个小蜜蜂那种就好了 就那种是最大 那么小一个东西 是最大尺度 与其说 比如说 有些男人他穿的T恤 就说上面很多花 然后鞋子 你知道之前 我们不是在美国 有很多男人穿 红底鞋 我觉得红底鞋 尽量还是不要 你知道吗 就是 有些人会喜欢 穿红底鞋的男生 就还是每个人菜不一样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精神世界 或者可以说 你跟他的性格啊 三观啊 这些东西 刚刚我们虽然说扯了那么久 我觉得外观 比起性格来说 我觉得性格比外观重要太多了 其实我也觉得 我觉得 你喜欢怎么样性格的男生 你先说 我要再思索一下 我还有点没想到 我不喜欢那种花言巧语的男生 我喜欢就比较manly一点的 就我觉得有些时候男生话太多 我会很烦 你不想说话多的男生 对 我不喜欢很缠人 然后话很多的那种男生 对 男生叫 就是有成熟男人的样子 就成熟的嘛 我就喜欢成熟的 话很多不一定不成熟啊 话很多说不定人其实是成熟的 我说的那种话 都就是那种不合时宜的话 都应该是 还有个情况 就是说 如果他是个会讲话的人 就比如说 对 你朋友聊什么 他在看的街上 又不是那种明明不懂 又想要显摆的那种 那就还好 对 那种你说那种就装X嘛 装X是肯定不行的 那介于我喜欢老师 我应该也 就 不会碰到 不会碰到装X的 但可能你会就中奖 就抽到一个装X的老师 就又装X又老师 然后我觉得性格上来说 因为我的脾气蛮极的嘛 就我遇到一个什么事情 我就会 对情绪会马上就上下波动那种 我就希望他是那种 可以稍微平稳一点 性质稍微缓和一点 性格上跟我是相反的 不然两个人都太急 很容易吵架 三观要相似 但是性格要互补这样子 当然最好的就是可以 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嘛 这个兴趣爱好 不一定要说是 非常正经的兴趣爱好 就比如说 你们两个都非常喜欢去喝酒 一起喝酒啊 什么这也算 蛮正常的 对对对 就或者是一起出去 区业店啊 这种也算吧 能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是对关系长期发展 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导向吧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里面 我觉得三观人生 嗯 我之前在纽约的时候嘛 就跟奶奶就是 X有点像在那种 那种dating的状态啊 就说还没有在一起 但是就可能 就暧昧 对 暧昧一次啊 然后出去约会啊 这样 然后他就说 他要请我去滑雪 他自己滑雪滑得很好 他就想 你看可能 秀一把 对 show off一下 他说他请我去滑 那天他就叫了几个其他人 当中有个他叫他前男友 你知道吗 就很莫名词妙 很奇怪哦 就很奇怪 但我也没多想不想说 反正你请我 对不对 我就去了 结果你知道 美国那边滑雪场是怎么样的 当时我们去那个 新泽西的滑雪场 那滑雪场就是像 有点像我们坐地铁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你买一张票 然后你刷那个 它是有个名诈的 对 你刷一下 然后就推一下进去 在纽约坐地铁人就知道 纽约地铁就刷一下 你可以把那个卡再给后面的人 后面人再刷一看 嗯 他就让他前男友买了一张票 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用一张票 你知道吗 这个 就我当时就想说 这个三观真的是超级不合 你知道吗 就他每次 你约请我去滑雪 对啊 这有点太过分了 对啊 就是我们三个人 那个还像坐贼一样 你知道 旁边还有那种工作人员 就在旁边像监督 我们要偷偷地把那张票 再给后面一个人 然后面一个人再刷进去 我的天哪 这种不行 性格上面来说呢 至少精神世界要能够交流 你知道吗 对 就比如说 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 和年纪太大的人 就是会有一点那种 聊不来 那就比如说 现在什么 一连一啊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些人都不会看了 我一直看了 你要啊 不要聊啊 那你不要下去啊 不要聊到下去了 对 那你就找一个不看的 对 两个人他一样 对 不然一个人觉得说 哇 你看这个东西好傻啊你 对 心里很下减的 感觉 感觉你是下减 感觉你是下减 什么东西 觉得你下减 然后他自己觉得高爽 不不贤 不得相处 我懂我懂我懂 就是比如说你超爱看 我 然后他就觉得你超下减 就像以前人家有些 不是有时候 那男生要看个 然后那女生在旁边 A10 真的好恶心啊 对 那就很 无趣 对 就那男生 男生觉得可能是有那个 就是 助性的 以后那男生就会 自己一个人默默地躲到厕所边去看 然后那个女生就会 看到天黑 在厕所里看到天黑 不是啊 然后那个女生就会觉得 那男生超下贱 对 那女生 哈哈哈哈 又下流又下贱 就觉得很难 但如果比如说两男的女生 啊 也想跟她 她们俩就一直看 就会觉得很有趣 对 就说不定就给她们的那种 夫妻生活带来心 哈哈 你怎么能 夫妻生活的 说的就够 很多没有共同语言的人 在一起的话 能维持他们关系的东西 真的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如果说是物质能够维持这段关系 但是毫无精神世界的话 那你总有可能会碰到一个 物质条件更加好的人 时间久了 你会想要的更多 所以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满足你的 所以我觉得精神世界 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 然后你喜欢年纪大 还喜欢年纪小的 那当然是稍微年纪大一点 我觉得啊 我觉得年纪大很多 我也ok 好 其实我也ok 相对于同龄来说 我更喜欢年纪大的 但是年纪大的人 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觉得可能年纪小的人 会把情爱放在 第一位 对于一些别的事 就觉得没有爱情来那么重要 但是年纪大的人 不是这样 就爱情这件事 他们觉得是一个 附加的一个东西 让你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好 但是可能他们的工作啊 他们事业啊 一些别的东西方面 他们觉得那才是更重要的 他们会更关心这方面的事 所以这是常常 有问题的分歧 我是喜欢这样的男生的 我懂 我懂 对 我希望他们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我觉得女生有这个心态也是对的 你也不应该把情爱放在第一位 就不要老是说去 希望男生上你一样 就天天就感觉他很熟悉啊 怎么样这种感觉 对 就需要个人空间 对啊 所以为什么 我会喜欢的男生 是年纪大一点的 因为有一些年纪 或者同龄 或者小一点的 他们get不到我的这个点 好 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 我们都觉得说 更重要的一个阶段 对 个人条件 这也太重要了吧 个人条件 包括哪些方面呢 Grace来说一下 好空羞羞啊 就个人条件的话 肯定跟家庭背景 教育程度 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主要是这三方面吧 家庭背景的话 看它出自于一个 怎么样的家庭嘛 比如说 是知识分子家庭啊 或者是家里可能是经商呢 或者是当官呢 这种吧 对 但也有可能一些别的职业啊 医生律师啊 这种就更吸引人吧 公务员 对 之类的 关系到一个家庭教育嘛 对 家庭教育也是在 除了你学习以外 对你影响最深的一个东西 对你的性格 还有三观 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 这样一个东西吧 对 对 最好就是 对方的父母是那种 不要太critical的 就我很怕那种critical的 我妈就是很critical一个人 对 就是有些 我觉得相对来说男生的妈妈 和女生的爸爸在对他们小孩择偶这件事情上面就会非常的critical 比如说你有一个partner 他们看你那个partner就会觉得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我觉得这种就很难搞 就会觉得 那我妈的critical是在于说 嗯 她对我做的事 容忍度很高 很低啊 是吗 对我critical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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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就是父母都是比较宽容的人 对 对 就是对 就是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我 就是父母非常的祥和 然后就是基本上不出现 还有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 他从小的家里的环境其实也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就是说他从小生长这个环境啊导致他这个人的一个价值观跟你的那个对 契合程度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说不是说我要去找一个多有钱的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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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的价值观要差不多 不要说比如说我买一个这个东西 对啊 我觉得可能没多少钱 他可能觉得你怎么那么浪费 然后就会产生很多矛盾 我觉得这有问题 对 但是你说我未来的石油富豪老公会不会看到这个视频 你也不会了 他听我说我不想找一个条件太好就不来找我了这样 No I'm just kidding 我不想找一个条件太好 Only for you 自己的能力也很重要 就是他要努力他要上进他要自己有这个试验心 对不能是那种就是到时候就那种你啃老族啦 你的那种就光靠爸妈的那种 对我不行 对这也不行 而且这个感觉这个人就很没担当的一个人 对啊 我觉得讲到现在来其实我们俩都差不多吧 就是除了外观方面我们的差距比较大 其实后面我们俩都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识别 我们有一个条件上差距很大 但是我们不能在这里说 真的很可思 就是我希望他每晚都keep me busy 每晚 今天晚上给我备一千个单试的 每晚都keep me busy 就是让我做家务 每个晚上让我刷厕所 嗯 好那我们讲到这些还有什么东西 好 by the way 我就真的很爱艺术家 我希望就是我对他喜欢艺术 对艺术家 对我想就是需要我需要一个艺术家 你想搞艺术的 就是我想搞艺术的 那是哪帮画家呢 是画家和音乐家跟上哪个 画家 没有画家是沈相 音乐家也ok 哦 那音乐里面你喜欢他弹哪种乐字 大连琴 那如果他拉二胡呢 哈哈哈哈 唱情歌拉二胡给你听 哈哈哈哈 让我来总结一下我的dream boyfriend 就是一个浓眉大眼 身高在1米8左右 穿着衬衫的艺术家 然后就是可以陪我看看画展 看看画卷 然后两个人有话聊啊这样子 嗯对 然后不要看我的视频 好 那我的dream boyfriend呢 我来总结一下 就是眼睛不大 有点脏 但是呢 有点坏 你知道吗 就让我觉得说他随时可能会 侵犯我 随时可能会抢劫我 的一个1米86 然后身材健壮 然后每晚让我刷厕所的黑帮老大 重点是 以后都不要看我们的视频 对对对 好了黑帮老大应该不会看 对 艺术家人忙着拉二胡 没时间看事 黑帮老大 每天打开B站 看grace的视频 好 那我觉得差不多 今天我们聊的boyfriend 整个就大概 我觉得还蛮specific 那种样子都出来了吧 所以祝你早日找到 你的黑帮老大dream boyfriend 嗯那你也多去地铁里逛逛 很多很多你的那个potential potential dream boyfriend 正在那边卖弄他的才华 好了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个dream boyfriend话题 那就先聊到这里 那你们的dream boyfriend是怎么样呢 可以就是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们 对是哪一种type跟我们像不像 这样之类 说不定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地铁站遇到 you know 转发这个视频 马上就有人上去表白 哈哈哈哈 这话说 我学人在微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不用转发 哈哈哈哈 太棒了你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记得告诉我们你们的dream boyfriend是怎么样呢 记得给我留言或者弹幕 好了那如果你已经看到这个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呢 记得给我们点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微博的话呢 记得关注我的微博 我会把我的微博名字放在这边 好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 拜拜